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校长 校长今天要来讲一个悲伤的故事 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来,请出校长的灵魂想办法 就在前几天,校长躺在沙发上玩手棋的时候 然后我突然隐隐地觉得旁边有一股很灼热的视线望着我 我的母上大人正用一种非常之嫌弃的目光看着我 然后他嘴里吐出了几句话 一咋咕咕咕咕 他跟鞋子脏得像呼的似妙的样子 我生天我 我我我我 嗯 我我内心的独敢是 儿不嫌不丑,狗不嫌家贫 哪里会有母亲用虎背熊腰四个字形容他的女儿 有一天我上着课的时候 突然 诶,我的我的一个学生他突然就呵呵呵的就开始笑了 然后我就问他 他就告诉我 他爸爸问了他一句话 他爸爸问他 二贼意思不意思毀老司了 嗯?什么意思?毀老司 后面我回想了一下 他爸爸就开学报名的时候来送了他一次 然后上周来送了他一次 他爸爸当时开学报名的时候 校长还是长发 而且很瘦 我心里就在想 我从长发到短发 从瘦到胖 这个差异已经大到让家长觉得是不是换老师了的程度了吗 哇 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 每当我在超市货架想要拿起零食的时候 虎背熊腰四个字就营绕着我 我的那个拿零食的手都瑟瑟发的我不太敢拿你知道吗 然后每当我打开手机想要点外卖的时候 换老师了四个字也就营绕着我 哇,真的不敢点 这个时候我深切地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 我 肩肥了 曾经的校长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而且曾经的校长非常热爱 比如说没事跳跳舞鸦 没事打打拳 所以说曾经的校长真的是头发飘逸 而且瘦 现在的校长呢 嗯 就是一副肥宅快乐 万事大吉 的样子 而且吧 校长是一个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的人 所以我在想 如果我没有完成我的减肥计划 那我就把我最宝贝的 我的宝贝盲盒们 让你们任意挑选 那具体怎么让你们任意挑选 那我可能会放在视频的最后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咯 好了 校长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想到了一个减肥的绝妙主义 减肥妙招就是 太大了 我可能要把它 放弄一点 就升高一点 看一下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白币吧 嘿嘿 因为太大了 还是放到下面一个一个拿出来 用三 四种类水果夹心软糖 切码出来 然后呢 然后呢 狮王八种类水果糖果 这个是那个汽水软糖 这下面有这么多汽水口味 继续 吗 果冻 果冻 果汁果冻 水么 Thio味 这是台湾烧仙草 然后是这个青芝 我以前喝过 就那段时间就减肥很厉害的时候喝过 所以我还是又买了它 虽然它不好喝吧 但是我不是只买了一个喝吗 我怎么买两喝 好吧 要喝这两喝吧 我现在给它们摆放一下 重新摆一下 OK完美就是它们了 很多人肯定很疑惑 校长不是说要减肥吗 为什么买这么多零食 但是因为 校长想出了一个绝佳的减肥好妙招 因为现在这么胖 就是吃零食吃胖的 你要让我突然一下子 就完全戒掉零食的话 我觉得会突然有那种逆反心理 突然这间一天暴饮暴食吃了很多零食 所以我就买了一口气买了这么多 但是这些是我未来 可能44天可以吃的所有零食 我会把它们比如说这些糖 一颗一颗的分好 分成一个44天的量吧 可能也没有44天的量吧 我看一下 反正分成一个44天的量 每天可以安慰性的吃一点 这个应该叫什么安慰绩效应 但44天就用这个 用青汁来计算吧 因为青汁里面就是有44包 刚好44天 这样不会让我完全戒断零食戒断糖 但是我又会得到一定的宽慰吧 希望它们能够挺过44天吧 好了 我现在要把我未来44天的精神机 全部放进这个箱子里 这简直以后就是我的宝箱 这简直以后就是我的宝箱了 哇 看到没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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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简直是无比之爽的 有允许 那我现在想喝一个J给 喝一个 就当做什么 当做减肥前最后的放纵 好 干杯 最后的疯狂 哐 好喝 现在应该是 到最后 能给我产生巨大压力 也就是能够产生巨大动力的这个环节了 嗯 这样 在这44天里面 我如果没完成我自己制定的减肥计划 那我就从这条视频到点赞 评论 弹幕里面随机抽三个人 你随机挑选 除了一些我的一些成套的和一些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一些 啊 蛮可扭蛋之外 我的所有蛮可扭蛋 随机挑选三个人 每个人可以挑选三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八九 和我的母性 ö 一二三四五五 四五五一三一二五四一二二六七二六七三十三一四三一 battery 三第二四四五 四四 one 四五四七五 四五四四七 siete八 四九五十 五二二ong三 五四五五六 加皇后 五七五八 五九六十六六一六二六三四 六五六六七六八六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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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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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五 好 现在是13号凌晨31分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烧仙草 一个布丁 以及若干果冻 我觉得我可能要跟我的可爱满河 道别了